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鼎盛之夜的房产生活频道吧 我是黑蒂 哈喽,我是阿乌 这期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应该可以算是雅各布的亲身经历啦 就是华人房产中介在澳洲的内卷生活 内卷生活 OK 可能很多人好奇这个行业华人在这边的一个生存状态是怎么样 因为可能既听到既看到可能朋友圈里面一堆人都在做件事 可能又听到说很多人做得非常好 就是销售业绩达到什么怎么样的 那可能雅不应该更能够知道这一行在这边真实的情况 因为你毕竟是奔跑在第一线呢 嗯,也算了跑了好几年了吧 嗯,还跑得动吗 哈哈哈哈 有点跑不动了 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给你打打气好吧 在从行业推进跟大家唠唠嗷 中介这个东西在国外应该算是一个门槛比较低的行业啦 嗯,我之前其实也有说 比如说呢,在国外的话你其实不难碰到中介 铺垫盖底,你如果想买房子的话 铺垫盖底应该能碰到中介了 嗯,人是,人是挺多的 但是呢,你说他卷不卷 其实我倒觉得他不一定能够和卷 他其实不准确 嗯,他的第一状态呢 你看上去是挺卷的 但是卷完之后呢 真的卷是大家都能够留在里面 你只要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你都能至少还能获得一个比较不错的收入 嗯,有点像那个什么国内最卷的 就是那个什么送餐员那种 你知道吗 就虽然大家都在说这个行业不人性啊 或怎么样 但是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去进入了这个行业 因为他确实能够挣到钱 嗯,中介的话你说他卷吧 他那,他那个状态是挺卷的 就很,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 会试着去变成那个 房产中介 变成房产中介 但是和国内情况不一样的是 国内的那种卷是那个行业会越来越沉淀 越来越多人 就干的人越来越多 导致你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去和他们去竞争有限的资源 在澳洲的话 我觉得中介这个行业是进来的人多 出去的人也多 快进快出 他并不是一个陷阱 就是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沉淀在里面 他是有点像一个漏斗 他下面会把人给漏走 原来原因就是你并不能靠你的 当然心情工作是一部分了 但你不能靠那些 蛮干 死干蛮干 或者是投机取巧 你去挣到很多钱 你可以挣一些快钱 但是挣不了很多钱 可能你能够投机取巧个半年一年吧 但是随着时间两三年一过 或者整个行业周期的起伏 你可能做不了那生意 然后你就从这个行业里面流失掉了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个行业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现状 那你刚刚讲到这个行业快进快出啊 来的人多流失掉的也多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能够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 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的话 你不能以 不能以钱为目的了 如果你只是眼睛里面去盯着那个钱的话 你觉得做这个 做这个行业就是应该挣快钱挣大钱的话 大概率做不久 大概率做不久 为什么这样讲 本身这个行业其实并不是一个赚快钱赚大钱的机会了 所有在这个行业里面 你看上去能够赚大钱的 他都是要经过好几年的沉淀 因为里面有很多人和人的信任的关系 然后你客户的积累 还有对你的信任 然后你对这个市场的了解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要时间的 但是我看到这种 现在这种 也不是现在了 就很早之前就因为说这个行业的门槛比较低 就导致有很多是赚快钱的人入这行 但你919你会发现 其实他们不太愿意花 不太愿意静下心来去 去看去研究这个市场 去看这个产品 他就想OK 我拿着开发商的那套东西 我就通过自己的一些夸夸器谈 或怎么样的 就是能卖一套试一套 这种样子的话 因为市场本身就有周期 有好有坏的 这样的话就其实很难做的长久 因为现在的特别是 就是说大家过了那段最疯狂的时候 大家都会 大家买家都会趋于理性的时候 其实还是需要用一些比较真实的东西去 去跟客户去讲 其实客户会明白的 那你去花你去讲那些比较犯的一些东西 其实现在客户都已经都已经听得很明白了 你不能再用不能再用那些 忽悠 对很老套的东西 你再去再去做这一行 肯定是撞的头过血流 对吧 很典型的就是我之前跟Sam讲的什么富人区啊 什么那种什么投资理念啊 那种东西 那种东西都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 平常心肯定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第一是我真的是喜欢这个市场 我是觉得说我看房子也好看市场也好 或者是我跟客户的交流也好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开心的过程 你本身对这个行业要开心 你不是对钱感兴趣 你喜欢这个行业 而心态一定要好 心态好的话 你才能在各个不一样的房产阶段时间点内 你都能在这个行业坚持 对坚持坚持下来 你的客户 你的客户就会觉得说 OK这个人是我可以信任的一个人 因为不管我现在买将来买 还是我之后的服务 其实我都是有保障 这样的人才能 这样的人客户才能得到客户的信 那是不是觉得这个行业 感觉你说其实也挺简单 要不要吐槽一些比较难的 这个行业其实不好做 首先你永远是一个 永远是乙方 你不可能成为甲方 你在任何一个 你在公司里面做 你可能有上面有上面的部门 你下面可能有下面的部门 你可能对一方来说 你可能是乙方 但你至少有那么一瞬间 你能够成为一个甲方 对不对 但是房产阶段中间 应该是没有成为甲方的时候 那你为什么喜欢做乙方呢 不是因为喜欢做乙方 是因为这个行业的 它既然给了你一个很低的门槛 能让你开始 开始做 能让你starting 那你就要接受它的这个位置 你没有生产资料 它又给你挣钱的机会 它又给你一个比较宽松的 宽松的工作时间 那你那你不做乙方 难道你还做甲方吗 那你既然有了 你既然有了自由的工作时间 那反过来说 你的你的生活 其实同样也被打乱了 就你既然选择的是 我不要朝九晚五 那么OK 我不给你朝九晚五 但是你晚上的时间 你得随时响应 对随时响应 这个是一个中介 没有办法的一个 七天二十四小时吧 不能随时响应 但是你至少要 人不能消失 客户有 你可能当时没有接到 你在你在做这件事情 因为中介是人嘛 他也有也有小孩 也有家里面的事情要照顾 但弄完之后 你肯定几个小时之后 你肯定是要回复客户 所以说基本上我的状态就是 有时候我甚至会选择早一点睡觉 因为万一万一的客户 半夜里面给我发消息的话 我会 我可以 如果我醒过来的话 我会看一下手机 然后他有问题的话 我可以发还 发还回去你知道吗 就差不多就这种生活状态 就是既自由又不自由那种状态 这个就是中介的真实解招 然后赚钱的话呢 当然就其实就是一份普通工作了 也没有说特别赚钱 但是也没有说完全挣不到钱 但前提是你要喜欢这个工作 因为还是比较比较辛苦的 你确实不是一个打工人 但是同样没有老板照着你 其实录这一期视频的话 就是可能也让大家就是了解一下 这一行的一个状态 将会更了解我们 然后另外的话也相当于可能给 想要到这边的新移民啊 或者说今天刚刚毕业想要迈入这个行业 这样也不说的 我别的工作都找不到了 我要不就干中介吧 那可能看了我们这期视频 可以重新衡量一下这个决定 如果是如果他 如果他开头这段话 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我会跟他说还是不要来做 其实那个人做的怎么样 我是无所谓的 就那个人要来干 那你来干就干 本身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漏斗型的职位 你要来干 我不是为了那个人好 我是为了我是为了客户好 就是为了整个行业的一个 对如果所有的人啊 我想今天没工作了 我想要不要干这行 我说来干吧 那那如果他真的碰到了什么 他的亲朋好友去买房子 那真的去找他买一套 我觉得他如果他如果不花时间去研究这个市场 如果卖错房子的话 那对他来说 对他的朋友或者他买家来说 其实是损失啊 他可能说这行我干的不好 我两三年后就不干了 但是那套房子别人买下来 他存的那些十几万几十万的这些手付钱 都是别人辛辛苦花好几年挣的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喜欢我们视频 请多多帮我们转发啊 跟上级视频一样 年底帮我们那个充个流量 我要拿着年终奖去度个假好吧 好谢谢大家支持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那最后请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因为我们的频道不仅有澳洲高质量的房产内容 还有澳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相信你一定可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澳洲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